今天,開幕式,能夠看到他大批的青銅雕塑,更是讓我們印象深刻 莊主席,正如剛才李凱欣所介紹的,他是一位多面書 他從事企業,又做很多社會的學術工藝 特別是在擔任藝術學會主席之後,團結冰城的廣大藝術家,一起來開展學術活動和國際藝術教育 這都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的雕塑作品,在我看來,體現了兩個十分鮮明的藝術特徵 一個是,他非常熱愛雕塑,在雕塑裡灌入自己飽滿的熱情 我們都知道,雕塑是一個需要動腦力,而且還要動體的力量 他能把雕塑當作自己生活的感受的紀錄和情感的載體 因此他的作品,首先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而且是充滿了生活中的許多生動 用中國的詞語來說,一個是來自生活,它有它自己的感受 一個是表現了人物的生動性 第三個是,使這些雕像具備藝術的生命力 所以生活、生動和生命力,這三個生字是我對他雕塑藝術出入的認識 我也很欣賞他作為年富力強的藝術家 能夠用這麼多作品來體現他自己在這個時代的感受 第二個,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雕塑的語言也是很獨特的 他告訴我,他不是科班雕塑出身 但是他自己的繪畫、自己的藝術創作 要走出自己的路子 因此他就不拘懲罰 能夠把自己的很多感受,變成手下的造型 所以他的作品,無論是在造型上,還是在鑿舍上,還是在整個形態上 都形成了自己很樸素、很直接的藝術風流 我覺得一個藝術家能夠堅持走好自己的風流 他的藝術道路就會很寬如 所以這次來到冰城參加學成主席的這個展現 我想這也是會進一步促進中國和馬來西亞兩國藝術探訪的交流 也藉此機會向今天到場的各位嘉賓 特別是藝術家朋友 表達我們中國藝術界對大家的問候和對我們加強中馬藝術交流很願望